香港浸會大學上志會呈現 復興新生系列 細說論語 趙國鴻是香港浸會大學的傑出校友 他熱愛國家 讀書的時候還曾經參加補吊運動 後來他前往加拿大搏工讀 而且收入豐富 不過到最後他還是決定回來香港 你回來香港 那你做一份什麼工作呢 我們當時來說找工作很難 我在香港都是看報紙 找到一份石油器的工 說到人工來說 跟我在美國相差真的很遠 回到香港第一份工作是2800元港銀 所以其實相差很遠 不過自己也覺得回香港 應該跟自己的本意相符一些 有一年的年三十萬 由於工作條件問題 我們的同事罷工 很多客戶或者我們叫做主婦 打了電話來訂訂訂要命 因為翌日過年 每個年尾一定要訂訂訂新石油器 自己一個人 那次我真的沒有了 去驗貨車 先到倉裡拿出一些石油器 然後跟着訂訂設 跟着訂訂訂訂數 逐張逐張送那些 陷阁范围由九龙城、土瓜环、红磡 去到最后那瓶石油器送上楼 已经是年初一早早四点 全年内就算不放假 年初一、年三十晚都应该放假 但问题是客户来说是没用的 论语有一句 事不可以不弘异,任重而导远 当时师兄有这种很大的责任感 所以一定要有这种坚毅的精神去完成你的工作